四月电影《神通奶爸热卖》 片中的小小兵也成了炙手可热的大明星 会本片配音的山卓布拉克 在伦敦首映典礼上 还与可爱的小小兵翩翩起舞 可爱的小黄人随着音乐摇摆进场 粉丝们穿着黄衣服热情迎接 奥斯卡影后桑德拉布洛克一到场 气氛到最高点 影迷抢着要怕签名 看到可爱的小黄人 他也写起他们的独特舞步 桑德拉布洛克在片中饰演坏人史迦雷 小黄人要帮这位坏心的新主人 窃取伊丽莎白女王的王冠 布洛克说电影配音很难 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配音 我不认识 这太难了 我不认为这是我的幸运 我不认为我比其他人还好 如果它成功了 我认为这可能是 最后一段时间 他也分享如何在配音时保持充沛体力 电影中小黄人将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旅程 从寒冷的南极一路到1960年代的纽约市 最后到伦敦 他们必须面对他们最大的挑战 要拯救所有的小黄人 免于遭受毁灭 吉祥寒体脚 吃相蓝综合报道 进去 感谢观看